美国海宁同乡会已于8月25日 顺利选出第14届李监视会的会长 监视长及7位委员 7月8日 在民意会长沈宏伦主持下 美国海宁同乡会在会馆举行新旧李监视交接一事 李善荣民意会长 代替现任会长孟华峰 向新任会长唐上盛递交运信 新任监视长林郑权 与现任监视长李振勇交接 7位常务李监视 唐上盛 林郑权 张美英 吴春林 李振生 苏树玉 贤锦琼 也都顺利完成了交接 翻开了已有31年历史的 美国海宁同乡会新的一页 相亲代表 各位顾问 元老 乔介代表 媒体朋友 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唐上盛是美国海宁同乡会创会元老 曾担任海宁同乡会第二届李监视会会长 海宁同乡会名誉会长 时隔30多年 受海宁相亲的委托和信任 他再度出任第14届会长 他表示 将不负众望 为侨胞相亲谋求福祉 把会晤更上一层楼 我期望在我的14届的面内 我把那个会 更上一层楼 大家合作 合学 因为我们的同乡 在那个洛杉矶好多好多的 不是神 好多的 所以今后期望我们的同乡 跟我们的民意会长 所有那个李监视 所有那个最高顾问 互相忽视 爱护那个海宁会 所以我辛苦一点不要紧 但是我想希望办得更好一点 那个海宁会啊 我第二届的时候 我已经当个医院啊 我再次回来 我就想把那个会 做得更好一点 新任监视长林郑权 至此表示 美国海宁同乡会 致力于促进民主自由 传承中国传统的非盈利组织 为美国海宁人 开辟了许多机会 给更多老人和年轻人 创造一个空间 来实现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为海宁人提供 畅所预言的社区 我年轻时就是美国 海宁同乡会语员 现在回如当监视长 我会与唐上盛会长 一起把会晤做好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使侨局海外的海宁人 拥有更安全 平静和富足的生活 美国广东会馆总会会长 蔡杰宜 采用会长唐上盛 和监视长林郑权的名字 用AI做打游师一手 以致祝贺 上盛林云祭前锋 政权挥帆 领群雄 害您顾力 情长在 立坚新章店打工 华夏电台记者 阿罕布拉采访报道